女人正在洗澡门铃声突然响起 她以为丈夫下班回家 毫无防备打开门 可门外站着的 却是陌生男人 阿红反应迅速 立马关上门 这大半夜的 有人图谋不轨 无奈的陌生男人 掏出证件 解释自己是警察 阿红这才放松戒备 男人表示 门口有辆车 发动机在转 却没有人 所以上门来问问 阿红连忙跑去查看 发现正是丈夫的红色小跑车 可人却消失不见了 只在车上发现 丈夫的西装外套 丈夫今天陪客人喝酒去了 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 男人决定帮阿红 去树林里搜寻 却毫无收获 只能返回阿红家 打电话求助警察走路 在等待增援时 男人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 开始还是温柔体贴 喂 老婆 什么事啊 哦 我今天晚上夜办 你先睡吧 知道了 我也很想你 可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你以为我不想晚上回家陪你 哎呀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听 你去死吧 前后就像两个人一样 一旁的阿红满脸诧异 男人解释 自己和妻子结婚三年了 前两年很恩爱 而现在妻子开始和别的男人鬼混 弄得他精神分裂 男人越说越激动 削苹果的手越来越快 果不其然 削伤了手 阿红给他包扎 门口的门铃再次响起 男人以为是增援道 阿红前去开门 没想到是一个身披白色羽衣 手持尖刀的男人 男人冲上去将他扑倒在地 原来是游荡在附近的流浪汉 看到门口放着的羽衣和刀 想来问问 打发他离开 等了半天 还没有人来支援 男人借口前去查看情况 男人走后 阿红回到房间 打开电视 看到警方特别新闻 发现刚刚那个自称警察的男人 是一个精神病 今天刚把自己的妻子杀死 正在被通缉 阿红一阵后爬 来到厕所呕吐 发现自己的宠物狗 已经被残忍地杀害 他下楼报警 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解断 大事不妙 他赶紧将四处闻锁好 没想到男人早已返回屋内 男人开始对阿红动手动脚 阿红紧张的大气都不敢传 突然 电视里又传来那个新闻播报 二人看着凶手的照片 正是这个男人 男人不再掩饰 发疯式地承认 妻子就是自己杀的 因为他偷外国男人 越说越激动 他将阿红当成欺人 直接就来了一巴掌 男人将女人的四肢牢牢固定 绑在凳子上 他用尽全力护解 可没有人能听见 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墙上的钟突然弹出来一只鸟 直接将男人手上的药瓶打翻 洒了一地 男人气急败坏 用刀劈砍墙上的钟 直接将它砸碎 阿红趁机正脱 捆住右手的绳子 抬头发现一旁的杀虫剂 趁男人去捡药丸 阿红够到杀虫剂 就朝男人眼睛空去 男人被同地摔倒在地 阿红赶紧解开绳子逃跑 正要开门 男人挣扎着爬起来 一刀朝阿红刺了过去 还好反应快 转身往楼上跑去 没想到直接被男人抓住脚 直接被拖下楼梯 阿红抬妥更是一脚 把男人踢出两脑台外 再次挣脱 男人紧追不舍 他跑下周 再次被男人抓住 二人一番扭打 男人狠狠掐住阿红的脖子 就在快要窒息之时 柜子上一个诡异的雕像 掉落下来 不偏度已正好砸在男人的后脑上 男人当场晕死过去 女人赶紧逃跑 大喊救命 正好遇到一个巡逻的警察 阿红急忙向警察报告 那个杀气精神病在自己家 警察跟随阿红回家 却发现男人早已跳窗 逃进树林 警察赶紧追出去 可阿红低头一看 窗帘底下竟有双男皮鞋 他以为男人躲在窗帘后面 阿红紧张地不敢发出动静 慢慢后退操起一根棒球棍 上去就是起人棍 可窗帘后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掀开窗帘一看 男人根本不在 阿红吓得连连倒退 没曾想男人就在他身后 男人趁女人昏迷 竟然把黑色药丸放进他嘴里 好在女人及时醒了过来 试图用铁棒反击 可被男人踢到远处 挣扎之时 阿红无意中摸到了 掉在地上的电击枪 果断捡起 直接将男人电出去两脑开外 趁胜追击 阿红爬起来 用电击枪 狠狠地又给了男人几下 男人直接被电晕过去 阿红赶紧逃跑 正好撞见巡警回来 他条件反射式的 将巡警也电倒在地 这时男人缓过神来 提刀追了出来 巡警和男人扭打在一起 高阶抵挡 二人战斗力不寸博重 最终 在阿红的帮助下 巡警捡到了地上的枪 男人见识不妙 赶紧跳窗逃跑 巡警紧随其后 只剩阿红还惊魂未定 站在屋内 忽然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 阿红以为终于结束了 可定睛一看 发现中枪的是巡警 男人一手拿刀 一手持枪 再次出现 阿红二话不说 转头就逃 男人兴奋地在后边追 阿红趁机跳到了泳池里 男人在附近搜寻五谷 拿来一根竹竿 胡乱地往泳池内戳 好在阿红运气好 一一躲过 实在憋不住了 阿红浮出水面 发现男人已经走了 爬上岸 发现那个诡异的雕像 就在泳池边 此时 男人再次持刀追来 阿红抱起雕像就跑 他发现自己的脚印 暴露了行踪 于是心生一计 走到楼梯半岛 用报纸包住脚 在躲进一楼的衣柜内 果然 男人上当了 看到脚印 以为女人上楼 不曾想阿红就躲在 他旁边的衣柜 阿红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突然他在衣柜里发现了 丈夫的尸体 原来丈夫早就被男人杀了 本以为能躲过男人的追杀 没想到 柜子里窜出一只蟑螂 阿红背下的大架 冲出衣柜 男人摔倒在地 刚准备站起来 阿红举起诡异雕像 就是一顿敲打 男人头破血压 倒在地上 阿红抱着老公的尸体抽起 没想到男人还没有死 捡起刀就朝阿红扎过来 扎在了雕像上 阿红赶紧往外逃 男人穷追不舍 他想起来自家院子里 那辆衣服的锋利铁丝 阿红将男人引诱到此 然后一低头 男人直接失手分离 影片最后 阿红看着这诡异的雕像 变得惊惶惊 疯疯癫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女孩子不要轻信陌生男人 要保护好自己 这就是电影 触目惊心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触目惊心呢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